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俄乌冲突进入第580天 据乌总参谋部战报统计 在过去24小时内有420名俄军战士 累计阵亡人数约27.627万人 坦克被摧毁4667辆 关于乌军的伤亡数据 因乌方表示将在战争结束后披露 所以数据不讲 但多方媒体推测乌方约15万名士兵伤亡 其中阵亡人数应在7万人左右 9月21日 俄罗斯国航部发布消息 自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累计摧毁乌克兰475架军用飞机 249架直升机 7020架无人机 438套防空导弹系统 12016辆坦克与装甲战车 1154门多管火箭炮 6473门野战火炮或排击炮 以及13281辆特种军用车辆 坚听则信 偏信则暗 我们要努力看清真相 不能自欺其人 长期活在假象中 自欺其人坐井观天 不肯面对事实 一味的逃避 人生失败多元于此 下面分享关于俄乌冲突的几则重大消息 一 克里米亚各地继续莫名发生爆炸 加剧了离开克里米亚的各条道路的拥堵 9月24日 梅日戈尔耶第758后勤中心发生爆炸 其是克里米亚的装备和技术支持中心 9月24日 新乌泽尔尼的俄罗斯军事基地上空也升起了浓烟 9月24日 克里米亚西部的萨基海军战机基地发生了爆炸 该基地内停有多架苏30SM战机 目前还不清楚具体的损失情况 9月24日 克里米亚塞瓦斯托布尔发生了火灾 当地占领当局 报告称 由于火灾处理不深 发生了甘草火灾 9月23日 乌克兰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称 乌克兰一定会终结克里米亚大桥 那表示 普京又会不高兴了 但对连接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 克斥桥的攻击将继续下去 直到其被摧毁 连日的莫名一连串的爆炸 加剧了离开克里米亚的各条道路的拥堵 二 俄罗斯本土多地遭遇袭击 乌克兰真理报 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9月24日 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 库尔斯克市中心的联邦安全局大楼 库尔斯克的卡里诺机场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 比尔格罗德的仓库发生爆炸 应该是弹药仓库吧 对此 一位俄罗斯电视台的主持人语气挨晚的说 布良斯克州 库尔斯克州成为前线 塞瓦斯托布尔成了前线城市 我们想要战争 战争终于来了 三 维基百科把扎布尔战区参谋长 奥雷格采科夫中将标注为死亡 1986年出生的乌克兰 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 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 在9月22日 对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大楼的袭击行动中 俄罗斯军事人员中 至少有9人死亡 16人受伤 其中 俄罗斯上将南部军区副司令员 兼乌克兰扎布尔战区指挥官 亚历山大 罗曼丘克和参谋长中将 奥雷格采科夫受重伤 但他没有证实有关黑海舰队司令 维克多索克洛夫海军上将 据称死亡的报道 目前乌克兰情报局 还没有关于后者的信息 维基百科已把奥雷格采科夫中将标注为死亡 但是 目前还没有官方公告 我们再看战场近况 在巴默特 克里斯基夫卡以东 靠近铁轨的地区 现已证实在乌军的控制之下 目前乌军正在铁路以东朝T0513推进 库尔九米夫卡方向 乌军遭遇了禁敌 以俄罗斯1307团 正在慢慢到达阵中心 乌军从西面包围了这个村子 并可能已在运河以东建立了一个桥头堡 1307团简员很大 正在且战且推 在东部战线 在库普扬斯克莱曼方向 乌军已经控制了 新霍里夫卡以东的领土 俄军则正试图的向卡尔玛基尼夫卡以西推进 乌克兰炮兵击中 并摧毁了俄军一个大型的炮兵设计阵地 其中一架R-45自行火炮被摧毁 据说明天俄军在东线将大举进攻 但目前尚看不到俄军的攻势 莫非是黎明前的寂静 在萨布尔热 乌克兰军队在萨布尔热方向的桥头堡正在扩大 乌克兰武装部队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线 到达了新普罗科比夫卡村的北部郊区 有消息称乌军先头部队 已经进入了新普罗科比夫卡的街道 维尔博维方向装备挑战者二型坦克的 乌军第82空降旅 和以轻型步兵为主的第71裂兵旅 继续向托克马克方向发动突破 原来引以为傲的战壕对于俄罗斯军队来说就变成了灾难 因为攻击者会以背后攻击防御者 战壕将成为坟墓 乌军沿着斜线向南和向东推进 目前已经到达了该村的第一批房屋 由视频显示部分的俄军开始顺着战壕逃离 总的来说 罗伯蒂尼托克马克一线的灰色地带 正沿整个战线显著扩大 斯洛维禁线的主要部分已经被严重破坏 越来越多的乌军蜂拥通过了突破口 俄军试图使用炮火来封堵突破口 以阻止乌军继续涌入 但却被乌军的急速炮弹压制了 在美国卫星数据和情报支持下 乌军收集了俄军火炮的位置 先攻击火炮以削弱俄军的火力 再发动新的攻势 目前乌克兰炮兵已经开始扫荡托克马克外围 俄罗斯的设施和炮兵阵地 为了防御乌军的炮击 俄军直接驻扎在了居民家中 而不是军营或基地中 抢劫财务征用民众的车辆事件 几乎到处可见 据乌方游击队报告称 俄第58极端军将所有可以收编的部队 都已从托克马克前往了前线 甚至连机械师厨师都到了一线阵地 战斗民族果然名不虚传 在克里米亚方向 地涅薄河前线乌军继续炮击俄军 几前日精准打击了隐藏在 奥列斯基消防中心的俄军总部之后 昨日他们又袭击了一个俄罗斯炮兵阵地 并摧毁了第一辆配有舰载火焰 喷射器的俄罗斯MT-LB 乌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纳特9月24日表示 乌克兰西方提供的巡航导弹 正在突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防空系统 据伊纳特称 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无法拦截 乌克兰盟友提供的许多巡航导弹 我们期待已久的武器现在已经拥有了 这些是巡航导弹 伊纳特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到 尽管敌人拥有无与伦比的超级防空系统 但他们无法击落这些导弹 伊纳特强调 乌克兰急切地等待西方供应商 特别是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 提供更多相同的导弹 他说 美国的ATA-CMS远程导弹 将帮助我们显著改变前线的局势 伊纳特补充到西方F15战斗机的到来 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关于俄乌冲突的其他消息 一、美西各国继续为俄乌冲突拱火 加拿大将援助更多的报案 对乌克兰军援金额从5亿美元增加到了6.5亿美元 此外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还在讲话中提到了 从美国和欧洲的银行扣押俄罗斯 价值2300亿美元资产的可能性 德国国防部宣称向乌克兰提供价值4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计划 除了50架海上无人机之外 德国还将向乌克兰提供猎豹 SPAG AIRIS-T中程导弹 数千枚炮弹和地雷 200辆防地雷反伏机车 以及其他的武器和军事装备 波兰和乌克兰关系缓和 从加拿大回国后 泽连斯基向波兰记者和医务的志愿者颁发了国家奖 并说 我要感谢波兰整个国家 所有从第一天起就打开家园帮助我们的人 华沙军事医学研究所主任格雷拉克将军表示 乌克兰和波兰正在建立一个大型的军事医疗中心 其目的是交流经验 以及提供实际援助 希腊总理表示 盟友不会停止支持乌克兰 克里姆林宫的希望注定要落空 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停止 否则就意味着放弃和平 民主和尊重国际法的原则 澳大利亚支持 限制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佩尼宣布了这一消息 我们必须对常任理事国提出更多的要求 包括限制否决权的使用 俄罗斯继续非法入侵乌克兰 每天都在嘲弄联合国 二 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称 亚伯尼亚将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 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 伊弗根尼·费多罗夫称 亚伯尼亚将不再是一个独立国家 并将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 我们将恢复对这片领土的控制 三 俄国家杜马副主席 预备役列昂尼德 伊夫列夫少将称 乌克兰副总理 伊林纳维·列书克像一只还没有坐在朝中的母鸡 9月24日 俄新社报道 俄国家杜马副主席 预备役列昂尼德 伊夫列夫少将称 乌克兰当局呼吁克里米亚居民 在解除占领期间离开半岛 这是前线失败 导致抑郁的表现 自2004年3月16日以来 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可耻地逃离克里米亚之后 基辅一直在准备夺取克里米亚 基辅政权没有成功 也永远不会成功 伊夫列夫说 伊林纳·维列书克表现得就像一只母鸡 甚至还没有坐在朝中的母鸡 就提前咕弄着要下最大的蛋 他称克里米亚得到了可靠的保护 克里米亚和全国各地都在准备庆祝 其回归十周年 在前一天 乌克兰副总理伊林纳·维列书克 昨天呼吁 居入在克里米亚的乌克兰人离开那里 在另一个地区等待占领结束 他表示 预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被占领的克里米亚的局势 就会变得更加的激烈 四 俄方塞瓦斯托布尔州长称 俄罗斯海军统帅费奥多尔乌莎科夫的画像 会继续的保卫塞瓦斯托布尔 9月24日 论据事实报道 塞瓦斯托布尔州长米哈伊尔拉兹沃扎耶夫城 在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的黑海舰队司令部内 俄罗斯海军统帅费奥多尔乌莎科夫的画像 奇迹般的幸存下来 他说 如你所知 费奥多尔乌莎科夫没有输过一场战斗 几个世纪后 这位无敌的海军上将继续保卫塞瓦斯托布尔 并对新胜利充满信心 他又强调到 在乌韩军队发动袭击后 画像的木架被完全销毁 但大火并没有影响画像 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迹 乌莎科夫生于1744年 其指挥海战注重把航行队形与战斗队形有机统一起来 是俄罗斯帝国海军第一个世界意义上的名将 2000年 东正教宣布其为俄罗斯海军保护神 5.拉夫罗夫外长称俄罗斯准备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 但不会考虑任何停火建议 据俄罗斯塔斯社9月24日报道 周六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俄罗斯准备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 但不会考虑任何的停火建议 因为莫斯科已经被欺骗过一次 好霸气的发言 点赞 6.克公发言佩斯科夫称 俄罗斯希望重新融入奥林匹克大家庭 自俄乌冲突后 国际奥委会建议允许来自俄罗斯和莫斯科 盟友白俄罗斯的运动员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 以中立旗帜作为个人的参加比赛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德米特里 佩斯科夫在上周五对记者说 他希望最终理智会占上风 俄罗斯将再次重新融入奥林匹克大家庭 大家庭好温存的字眼 视频最后 祝愿正义战胜邪恶 世界远离战争 早日迎来和平 祝愿正乌